那么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法完成 像刚刚这里 Samba SMB File 1 Share 这是一个不需要使用者验证的分享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Happy 你要进Happy分享 他跟你要人跟密码 人可以写谁 比如说我写 Kelly 密码是Kelly的Samba密码 像这个是立刻忘记密码 还是要永远记住密码 看你咯 在Linux上面这个很方便的 不要用这个 可以上去了 我有使用人 如果我想要把这个分享 以后重复来使用 我可以把Happy这个东西 直接做一个书签 比如说这样书签 加入书签 这样子 在这个左下角 这里就会有一个常用的书签 我们可以把档案往上丢吗 可以的 为什么写入的东西都用 使用者该有的身份 比如说我骑到Happy去目录 你看 他是Kelly 的身份 然后呢 Happy的群组 跟我们刚刚所设的SGID 就已经生效了 这个档案名称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们要往上去传任何东西或建目录 建目录建立资料夹 它是一个交个KKK的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拿回来看 再看一次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Kelly所做的Happy资料夹 这里也继承了SGID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到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去针对用户来进行验证 但是人从外面去连线 这是第二个做法 接着你看我这边要做的是一个拒绝的动作 哎呀 这个拒绝的动作是这样的 Sarah 密码123456 突然 Sarah被拒绝了 刚刚我们有一个做错的叫做Harry Harry 123456 他的拒绝了 为什么两个都拒绝 因为Harry跟Sarah 两个人都没有目录的前线 通通通都被拒绝掉 那你就说 哎 那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Happy这个目录 你看Happy目录这个权限的状况是这样 Sarah跟Harry都进不来 是对的 因为他们都是其他人 他们连进这个目录都有问题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这个案子需要让Sarah进来看啊 对啊 如果你这个案子需要Sarah进来读写 对于这个目录而言 你该如何在不破坏 UID跟GID的权限的状况下 让Sarah可以进来呢 你要用什么 想到了没有 每次都想不到 每次都想不到 特殊权限的ACL 想起来了没 我要用ACO 让Sarah这个用户 可以进入Happy 这个目录来读写 才能就能够在一个 不改变其他人权限的状况下 去直接让他使用 进入 所以怎么设呢 setfileACO -m user Sarah 权限是RWX可录写 做到Happy上 看一下 getfileACO Happy 看到在这里 user RWX user正常是这边的owner 然后user Sarah 是RWX 群组 是RWX Mask Mask还记不记得 这是可允许 开放的最大权限的范围 目前 Sarah开启了 对于使用者的特殊权限 好了 那这样Sarah进得来吗 拉出来 密码 123456 哎呀 还是拒绝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使用者身上 拒绝了Sarah 我们去改一下 你看Sarah是 invalued user 我把Sarah改掉 变成Harry 伺器重开 你只要重开这个 再看 这个时候Sarah 123456 Sarah NTS is denied 是Tree Connect Fail 目录 Tree Connect Fail 目录连线失败 我这里 已经 让Sarah进来了吗 不 在这边请你看到 加一个 Sarah 要加Sarah 重开 是不起 再看 Sarah 123456 叹叹 再看 Sarah建立一个目录 ZaaZaaZaa LS 上来 再看目录 CD Happy 这里这个 叫做Sarah Happy 这就是 SGID的好处 Sarah 不管任何人进来 只要进得来 他可以做的东西 他的群组权限 一定会被强迫成为Happy 这就是SGID的好处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我特别允许Sarah进来 这可以说是 又是另外一层的应用 但是这 确实是可以在 会在 实物上发生的状况 这就是一个 完全不是这个群组的人 他依旧可以进入这个分享 使用ACL权限的配合 以及使用 刚刚 使用者身份的配合 你看 我没有把Sarah 加进来 到Value User Sarah还是进不来的 我要把Sarah 加到这上面 这中间用空白键 分隔 你就可以特别允许 某些人 在Value User的状况 加进来 你在建立 使用者资料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些使用者资料库的状况 然后呢 OK 这样就算了吗 不 这边有几件事 顺便还可以跟你说的 我退出 如果使用者 想进他的家目录 你的分享名称要写成HOME4 记得这里 HOME4 为什么 因为他的分享名称 在原始的设定档中 叫做HOME4 这里 这里指的是 所有使用者的家目录 有效的用户 只有使用者自己本人才有用 外人是无法浏览 这句话就是 不可浏览 就是外面的人 其他人 看不到 不属于自己的家目录 所以别人用别人的账号进来 他也没有办法进别人的家 也看不到别人的家 你在家目录那边是可以读写的 Writeable Yes OK 所以你要分享的名称叫做HOME4 再来 这个时候写Sara的密码 Sara进入自己家 突然发现这种事 她又不给我看了 一样是目录权限的问题吗 不不不不不 我们看一下这个状况 tale-f var log messages 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 SMBD OpenSockets的这些讯息 这些讯息并没有包含到 SE Linux的讯息上 事实上阻挡到Sara进入家目录的 并不是防火墙 也不是别人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没有 这里没有特别相关的错误讯息 它是SE Linux的规则 SE Linux的规则 你可以找两个地方去修改 第一个地方是在系统管理的SE Linux的管理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点 但是 这个直径又太慢 你当然可以去找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 getSEBOL 这是句话什么意思 它是SE Linux的boolean policy 我刚刚的-a是列出所有boolean的policy 我可以加一个修改Grab在这旁边 针对Samba的关键字进行修改 你可以看到Samba建立使用者建立家目录 再来Samba EnableHome Directory 就是这个 我要开放家目录 如果这里没有开放家目录 很抱歉 使用者家目录是进不去的 这件事是SE Linux的限制 因为这是安全的因素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执行这个指令 set se boolean -p policy 这边上来 这句话就是 把Samba enableHome Directory 启动 好 把它启动 所以启动上去 你可以看到 上把的加目录 就可以用了 这边 因为 这个policy 本来就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执行 我 先停一下 好 你看到录影继续 经过了一段时间 经过了一段时间 看到 log上面说 setSE bo the Samba enableHome Directory policy boolean was created changed to on by root 被root 改为开启 它的 主态 重新载入一次 别忘了 你改变了 policy 跟 那个 context 但是不一样 你会需要 重新启动伺服器 好 你看我 刚刚所重建 重开的 只有SMB 哦 我故意的哦 只有SMB 哦 再来一次 退出 进来 123456 进不进加目录 进 LS 看到内容 所以 如果有一些使用者 在你的系统上 他专门 他只能 透过Samba 进入加目录的话 别忘了 把这些使用者的 share 改成 Sbin no login 所以 在使用者群组上 你可以为这些人 建立使用者 哎呦 这是虚拟 这是虚拟机 这是实体机 看这个 在虚拟机内 在使用者跟群组 的 设定上 如果某些人 他打算 你打算是要让他 用window登入 就是window 登入系统 登入window系统 然后用 Samba 进入 他在此处 这台电脑上的 加目的话 你要把他的 shell 像这样 改成 这个 Sbin no login 为什么 这样这个人 才能够确保 他绝对不会 登入你的 Linux系统 所以这边要注意 这个要特别注意 这边是应该 是否认为 在帮助 感谢观看